季节交替 小心别感冒了 高雄市流感疫苗施打率在六都当中拔得头筹 市府卫生局更进一步办理各级学校流感施打的宣导 获得学生的热烈响应 纷纷挽起袖子接受公费疫苗的施打 卫生局也鼓励符合资格的民众前往施打疫苗 提升接种率达到预防的效果 学生们一个一个排好队 接受医师评估之后就要准备接种流感疫苗 每个人都挽起袖子 忍着痛哀医针 因为这样就能够提高免疫力 对抗流感疫情 也会将施打讯息带给家人 鼓励他们一起来接种 比较不容易得到流感 有比较防抗体 让他们也有不容易那么进医院 就是跟他们一起去看他们打 然后就看针头插下去的那一刻 就觉得很舒服 这是我第二次施打流感疫苗 学校连续两年配合市府卫生局 办理校园流感疫苗施打宣导 由医护人员到学校来协助 只要是国小 国中 高中职 和五专一到三年级的学生 都可以施打 减少来回诊所的时间相当方便 学校这几年 学生我们非常重视他们的健康 施打疫苗对他们有帮助 也解决家长带他们去打疫苗的 一个路途时间 那么国家投入非常多的人力 物力跟经费 在照顾全体国民的健康 我非常感谢 今年高雄市共准备了 将近72万剂的流感疫苗 符合资格的民众 除了可以到571家 合约院所接种之外 市府卫生局也以团体的方式 集中施打 因此目前的流感疫苗 接种率夺得六度之冠 这两天施打的记录 已经是六度里面最高的 也达到了3.5个百分比以上 我们要特别感谢 已经配合我们的570间以上的 医疗合作的院所 来施打流感疫苗 另外我们卫生局所 也充分的配合社区 来进行社区的设点 这个是不包含在医疗院所里面的 目前至少就有700个以上的社区的点 所以我们会有这样的成绩 卫生局表示流感高峰期 已经不限任何季节 任何人也都可能得到流感 因此越来越多人完成疫苗接种 就能够有效预防流感传染 而50岁以上的市民 在11月5号前接种疫苗 还有机会抽中大奖 呼吁民众及早接种 对抗流感 全面传染 港东新闻潘志光 赖长邦 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